拜登刚说完一旁的意大利总理惊恐回头 把普丁叫得这么亲密确实不太好 但是拜登重新叫一次 大家才发现大事不妙 明明要讲台下的泽伦斯基 却用普丁的名字 东凑西都搞错了 让一旁的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露出尴尬笑容 但这其实情有可原 因为两个人根本算是同名 只是不同遍体 念法上非常相近 就让Google小姐念给你听 会别弗拉迪米尔之乱 拜登前往芬兰 这回名字是叫对了 但是国家却搞错了 坐在台下的雅各斯 斯多提尔明明是冰岛总理 但是却被拜登换成爱尔兰籍 一旁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好像还叹了一口气 拜登意识到错误赶紧解释一下 用自己的爱尔兰协同 替错误开脱完 又陷入结巴螺旋 拜登这趟欧洲行 尽管被认为达成目标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 集中官 集中官